话说,咱们之前讲了鬼吹灯的全剧情 现在就继续深入挖掘整理一下其中的设定 今天我们来聊聊摩金校尉的起源故事 其实,鬼吹灯里的四大门派 法囚天官和摩金校尉 他们名为两门,实为一门 都是起源于周幽王墓中的丹沙艺书 当年周幽王死后 有个做人训的奴隶侥幸得以不死 取走了周幽王墓中的丹沙艺书 并研读其中的奥秘 成为了法囚摩金的祖师爷 并传下了鸡鸣灯灭不摩金的规矩 其中,法囚天官持法囚印 一般被认为是摩金校尉的首领 摩金校尉挂摩金服 因世间只有一枚法囚印和九枚摩金服 因此,真正的法囚天官和摩金校尉加起来 也不会超过十人 到了东汉末年 曹操设立法囚中廊将摩金校尉官职 摩金校尉便从此成为对盗墓贼的尊称 到了唐代 发囚摩金的行规和手艺基本完善 可南宋末年之后 却再无发囚天官的记载 只有摩金校尉的名号依旧存在 明初之时 朱元璋让刘伯温修建皇陵 刘伯温又举进了清西村的封王礼 封王礼一家因此被预分为观山太保 专门为皇家修建皇陵 观山太保一时间风头无两 以一己之力压制另外四大门派 因为恐惧摩金校尉的分金定学之术 他们向明太祖敬言毁掉了发锈印和六枚摩金服 从此世上只有三枚摩金服留存 到了清末时期 一代贼魔张三恋子出生 张三恋子十六岁那年 被野狗碾进一处古墓 偶遇其人临终老鬼 学得分猫变狗 食鱼刃鸟的奇术云雾通在 凭此奇术 张三恋子在灵州城连破奇案 后被朝廷招安率军大破太平军 被朝廷奉为三平五官 期间张三恋子偶然得到三枚摩金服 由因不满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愤而辞官 那时节百姓极苦 食不果腹 张三恋子不忍百姓受苦 就挂上三枚摩金服 开始盗墓倒倒 将所得名气换成米粮 救济百姓 如此侠肝义胆 道上人都尊称他为张三恋 张三恋晚年时创作出奇书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此书分为阴阳篇和风水篇 阴阳篇是周天八卦 用于占卜推演 风水篇则是巡龙诀 和分经定学之书 但此书夺天地之秘 张三恋孔隼阳朔 就毁了阴阳篇 只留下半本传于后世 关于张三恋子的少年往事 天下霸场写了贼猫一书 本书我们之前也解说过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观看 张三恋子这一生 一共有四个徒弟 分别是 飞天酸泥 铁魔头 金蒜盘 和阴阳眼孙国府 张三恋子 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残卷 传给了不愿做摩金校尉的孙国府 三枚摩金服 则传给了另外三个徒弟 并告诫他们 摩金校尉 何则生 分则死 这旧时代的摩金铁三角 完全不疏忽胖阳三人 飞天酸泥 善于分金定穴 风水堪余 金蒜盘 精通五行八卦 机关暗器 铁魔头身受强悍 铜皮铁骨 三人凭借所长 通力合作 是无往不利 那一年 他们打算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大幕 在机缘巧合下 三人走散 就在分头行动的过程中 铁魔头不幸生死 飞天酸泥大受打击 就此出家为僧 法号了成 金蒜盘则在黄河一带行伤 不过他表面行伤 暗地里却还在继续捣抖 几年后 金蒜盘在阳县方家山 捡到一名孤儿 取名阳芳 收为弟子 金蒜盘因为自己还要盗墓 就没把墨金服传给阳芳 而是传给他一条四棱七节的打石鞭 再后来 金蒜盘生死在龙岭霓窟之中 杨芳未寻师父 雪的一身绝技 在江湖上闯出赫赫威名 人颂外号 打神鞭 因其没有传承摸金服 所以他并不是摸金校尉 关于杨芳的故事 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天下霸裳写的 四神斗三妖系列 另一边 拿着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的孙国府 为救村民胡国华 身中尸毒 孙国府自治命不久矣 便收胡国华为弟子 传奇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多年后 胡国华移居到洞庭湖畔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 还和浙姑少有过几面之缘 说完了张三恋子的徒子徒孙 咱们再说说张三恋子的后人 张三恋子的后人总共分为两只 一只传承了巡龙分金的风水秘书 另一只则传承了陆林手段 但因后人张狐鹿犯下滔天大汗 为躲避追查 改随母姓为司马 这位司马则是天下霸场 另一篇小说《弥宗之国》的主角 到了1950年8月1日 胡国华的孙子在福建某家医院中出生 由于出生在建军节 因此得名胡建军 但因为崇明太多 后改名为八一 他便是鬼吹灯系列的男主 胡八一 之后胡八一 王凯璇 雪丽阳 齐聚三枚墨金服 正式成为新道墓铁三角 但三人组并未正式接受过墨金校尾的传承 主要支持来自于16字阴阳风水秘书的残本 虽然能力出众 但和先辈的境界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 正统的发丘墨金技能 来源于周易 以风水术为根本 最擅长以河图洛书为谷的巡龙爵 和利用周易前缘之力的分金定学 其中 巡龙爵涵盖了天下山川河流的走势 尤其是龙脉的分布和走向 分金定学 则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地形 判断各种大墓的结构和墓室的位置 但发丘摸金并非全能全知 面对不以风水理论设计的古墓 或是云雾弥漫难以从高处观察的地方 又或是罗盘失灵的时候 这些风水术就难以使用 另外在海外 他们的盗墓工具也是不大成熟的 且看在南海龟虚艺术中 学丽扬的班山之术履历其功就知道了 此外 仙王墓所在之地是传说中的神仙学 即使十六则阴阳风水秘术产本 也认为其不可遇不可求 堪称摸金校尉的绝境 所以五大门派各有所长 若是一个小队里集其所有门派的高手 不敢想象 这普天之下 还有哪座古墓 是他们所不敢盗绝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本专辑 带你了解天下霸裳宇宙的奥妙所在